三生未必得春池 处处山陰花鴨汁 嗨 我是网路上查一小段诗 就觉得自己充满诗意的诗人 你说为什么要背面诗人 不觉得比较像诗人吗 今天要把上次凤击完的雾灵诗 转之成猎灵诗 转之考试需要收集44个狐狸尾巴 要打攻速快 打人痛 时不时运速投擲的九尾狐万 转之副本一直都是许多人的噩梦 而且我的配点 武林式阶段是没有任何攻击技能的 一切都只能依赖普攻 只能买那一把酷酷的 CIA加90的 法系专用的反击短剑 刚好露天有一把28万 来一支六等的武林式去打风筝 伊甸园一支风筝收1200块 楼18万 我只需让234根风筝 这不是手到前来吗 开胆打了一小时 223根风筝 好累 加上其他杂物卖一卖 刚好购买一把 终于买到了 兴高采烈的去抽岩浆玻璃 看看这精美的暴击 纳尼 伊甸园整套换上还比较痛 重点是45级是免费礼 反击短剑可以淡掉了 穿着45等伊甸园套 九尾狐 四四个狐狸尾巴 转值副本 转值成猎龄式 伊甸园套 伊甸园套 太强了吧 接下来就是每日打 幻影肥动升级啦 毕竟边缘系 慢慢来就好 这边也可以打狐狸尾巴 后面有几只要转 也能用 而且还能有意外收获 无课诗人一开始 也是打到这张卡 来解一下 2024 普隆德拉 浪漫春莹季 从今年开始 在普隆德拉王城 举办了新一季 浪漫印花季活动 由于是新一季的活动 总招伊甫 忙进忙出 分身乏术 询问下得知 原来是缺工问题 伊甫本想一人扛下所有工作 但还是太勉强了 冒险家提出可以帮忙 但被以冒险家 该好好享受 印花季的理由玩具 不过最后 还是请冒险家 有空的话 帮忙找雷斯 及席特莲娜 两位活动委员 雷斯无法接受 难得师父同意 让他参加 今年的青春节活动 旗鼓被春莹剧取代 浪费新研发的点心 所以拒绝参与 而喜欢哈密瓜姐的席特莲娜 虽然跟雷斯约好 一起不参加春莹剧 但以哈密瓜 应该也是春花 坎斯合理的逻辑 决定参加 雷斯得知后很生气 无奈 席特莲娜 愿意经援他食谱 食言所需的所有材料 争相后 答应参加春莹剧 两人带着试作的甜点 找到衣服 并请他试吃 试作甜点大成功 三人开心的分享着 突然感受到一道冷烈的视线 循着感觉在墙后找到的亚瑟洛拉 亚瑟洛拉也因幸福之单被取消而感到遗憾 但仍暗自装设着贩卖机 并以盛开的樱花当作掩护 偷偷藏起贩卖机 结果还是被席特莲娜发现 并要求加入甜点的项目 至此浪漫樱花机的运营 总算是步上轨道 从剧情上感觉得出来 官方似乎想从每年固定的活动中 取得一点小变化吧 合并了情人节 哈密瓜节 及幸福之单的活动 但这次的活动 真的没什么耗浓的 期待明年吧 不过根据8消息得知 服饰名当化有bug 可以触发春天气息 回血回魔 是以前与服饰原有的效果 这次看叙述是被拔掉了 快点试看看 哇哦 这对缺XP的猎龄士帮助不少耶 再来赚笔大钱 每个月28号的积分国王证券 原本有5座城轮流发放 不知道何时起 只剩积分了 国王会随机发放3种证券 累计100张 即可抽大奖 服饰一人而已 魔力卡射会哭出来 最大奖就是喵羊桃 不过主要捡来卖给要抽的人 目前先拿资金 那就开减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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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賣了六百零八萬七千兩百塊 再存一點點 想弄個金迷套來玩玩 畢竟副本優化過 便宜不少 那麼我是時仁 我們下部影片見 按下部影片見